高端有風車在在地上世界衛生組織的競爭後 上個月30日 又讓美國CDC官方期刊 新興團燃鼻刊起來 說兩倍有風車跟MRNA 當前希望保護好業 都是一樣的 本張上面聲稱提早供丁 說BNT有風車保護了95.8% 高端也有91% 贏過莫德納81.8% 到AZ的65.7% 說兩倍的手段官有風車保護了比較強 202223的時候都分別有宣布 但是有一堆人在質疑說 那個數字只是你們自己在做 在做爽的而已 資料都整理出來 投到所有同裁審查的 而且這麼頂尖 也正在這 但建人就很高興 說高端是好有風車 這是在台灣紅白鷗 正常台北市長的金萬安 公開禁止高端的拼擺在學校裡面組織 他也繼續在辦什麼 我一直說從頭大尾高端最缺乏的就是政府的公信力 疫苗合約還有採購的過程 這些民党一直都沒有說清楚 公民黨團在立法院的戰力 一定可以發揮強力監督的力量 解開高端的謎團 高端可以提出科學授集 甚至WHO都公開競爭 現在還有原委的期間認證 這要風車真的應該聽 讓我們國三有風車的功德 並且新聞代表不得 地匯爭